老师好 亲爱的俊男女们 美女们以及超马的家人 大家好 又到了开心的时刻了 参加108天因为爱 幸福美满随之到来 抽卡活动 抽太风附卡 今天所抽到的卡是 太阳卡 无我 无我 是灵魂层的提升 但大多数的人都误解其真意 以为是把我 越修越小 其实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 要修到刹那间悟通 我自然就除掉了 太阳圣德导师 在因为有太阳这个本秘题当中 如果天天将 我自放在生活里 就不可能有成就 因为我自 一来就是错误的开始 不要以为把我越修越小 就是能够了悟 如果 将我越修越小 是因为被压缩 缩到最小 后我自依然存在 斩草不除根 春风最后生 哪一天在修行上获得些许成就 如果 刹那间 我就膨胀的比之前还大 所以 我自不彻底清楚 就存在着明天入魔的可能 而修行也就是 在我自上彻底的弄通 如此才有成就希望 这时候 第一步 除我就是要定位自己 什么是我 我带给 带来的优点缺点 而我有哪些 作为会阻碍到自己的修行 找到这方向之后 要前因后果思考清楚 当自己能够落实 能够轻易的见识到 我的诸多层面 层面看得越多 就发现自己的智慧 越来越增长 智慧的提升 就不再沦为口号 只要有心 就有能力看出自己的起心动念上 所下的判断 是否只是因为我自太重 而有所偏差 如果 可以经常以此做测试 进步的速度就不断的提升 所以每一天要让自己的生活 尽圆满 这是你我每天的功课 今天的不圆满 就要立刻忏悔 如果你不能每天找到忏悔的主题 那代表还不够用心 不够精进 抽到这张卡 就对应到 最近自己的忏悔 深度不够 接下来第二张 作中学习 人生就像一出戏 在演戏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能量 再加上获得其他的助援 就能顺利地达成今生的功课 这一切只是学习 像一个五岁的小孩 凡事天真好奇 从作中学习 从学习中 体验生命的美好 太阳圣德导师 在《丰盛之光》这一本 秘籍当中 就是我们要上一堂 无常人生的课程 就像一出戏 每天的变化很大 但是我们要保持一颗真的心 像五岁的小孩去 体验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同时要意志坚定 拿出信心 寻求自我超越 在未来的日子里突破瓶颈 就必须努力地提升自己的灵命 将来才会好上加好 有了以上的观念 基本的掌握还是在自己的手上 要藉由忏悔发愿行愿 开始落实 将过往不良的记录清除 连结第一张卡第二张卡 还有第三张卡 释出诚心和解 要有最真诚的心 向负能量忏悔 忏悔过去的恩恩怨怨 及过往对负能量的种种亏欠 之后 再发能够利益众生的愿 如此所产生的功德力 及正能量 回向给你的负能量 才有意义 太阳圣德导师 连续的三张卡 真的是非常的精准 对应到最近 这几天的生活 所以 说到忏悔 要用最真诚的心 向负能量忏悔 如何跟负能量忏悔 就是要每天去彻底的做 这一点道士 感觉 忏悔的力道还是不够 所以呢 在 富有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在这一本秘题当中 召唤幸福的第一式 就是像 累世 富能量摄毁 这个时候 就是要靠每天去实修实练 当一直在持续练当中 自然而然滴水穿石 今天这三张卡 也对应到自己 代表最近自己 不够精进 没有天天落实 做一天修三天 如此怎么可以对得起自己呢 感恩大家的聆听 接下来还是要跟 邀请大家参加 8月26号 我们在 台中迷你弹 国际展场中心 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 这样生活更富足 感恩太阳盛的导师 千里迢迢从美国 来到 台中 在我们台中的 居住的朋友 真的非常的幸福 这当中有Q&A 以及 富有心法的首次公开 接下来在年底 2018年冬季 太阳盛的老师 的世界巡回演讲 将在林口体育场 12月22号 12月23号 为期一天半的 讲座其实修实验课程 下季的讲座有参加的 每一个人收获都非常的大 包括我在内 带了很多的朋友去 回来生活各方面 心性方面都已经 获益良多 也恳请 真诚的邀请朋友 以及俊男美女们 能够 攜带家人好友 共襄圣局 感受天地的爱 祝福大家